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将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 生活中总是遇到各种不同的难处 不同的患难 在这里我肯求主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受到压力重重的时候 主啊 求你给我们力量 建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走过生命中的那个患难之骨 靠着你 我们坚定不移 靠着你 我们站立得稳 谢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在《铁撒罗里加前书》第三讲使徒保罗提醒 《铁撒罗里加的弟兄姊妹》 不要因为保罗所受的困苦和刺累 保罗不吃怪 只面对这些困难 《铁撒罗里加人》也不应该吃怪 因为保罗一早已经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了 是这样会发生的 保罗因为他受迫害之言 应远要从圣灵得到的预言 所以就更证明圣灵的大能 《铁撒罗里加人》不应该只是看那些困苦 而是应该看这些困苦 实施是一个证明神所预言的事情永不落空 如果苦难能够应验 那么救恩的应许也必也应验 最重要的应许就是我们都必复活 站到这个审判台前 因吸引主耶稣基督被称为义 一切的预言 无论是福是祸 都应该给我们属灵的鼓励 《铁撒罗里加人》在保罗受迫害的过程中 一直持守这个信仰 保罗为他们非常鼓舞 保罗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担心 《铁撒罗里加人》会不会被一些犹太人所迷惑 但当提摩泰回来报告给保罗说 《铁撒罗里加人》的信仰十分坚定 保罗的心里面就充满安慰 保罗说 如今你们要靠主站立的我们的 我们就得胜了 这个好笑是为保罗带来一个圣命力 让他感谢赞美神 给他动力不放式 继续的证件 盼望有一天可以面对面的见到 这个《铁撒罗里加人》 我们都应试一些属灵的前辈 当然睡老的时候 当然面对更多肉体的挣扎 保罗对《铁撒罗里加人》讲的话 就好像一些属灵的前辈 给年轻基督徒的鼓励 不要为我担忍 我已经跑了 我要跑的路了 但是一场仗 你需要继续的打下去 因为我见到你的成功 给我力量 继续为你祷告 他曾经有好几位的前辈用这样的话 跟我分享 当中也有一件围到天父的怀袍了 但我想他们的生命力 仍然生生不死的 活在后人对他们的怀面的当中 我读到《铁撒罗里加全书》第三章最后的时候 那个祝福听到的就好像这些前辈的声音 愿主使你们彼此相爱的信和爱众人的信 都能增长充足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坚固你们的信 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同他众生头来临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成为圣洁 无可指责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